厦门海底40米 正在修建一条穿越海峡的海底隧道 这是厦门一条跨海地铁的关键工程 一旦挑战成功 这条2736米长的海底地铁隧道 将为中国未来挖掘其他跨海铁路隧道 提供宝贵的经验 修建隧道最常用的施工方法 是用钻碳设备在岩层中钻孔 然后在孔隙中填上炸药 在岩层中炸开一条通道 这种隧道修建方法灵感来自矿山开采 施工方法简单 成本也更容易控制 但要求开挖地质坚硬而且稳定 然而厦门的这片海域 却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这是世界上最难挖掘的区域之一 数亿年前的火山喷发 在这片海域造就了古浪雨 和一连串的其他岛屿 从地上看这是难得的人间美景 却会给地下隧道施工带来风险 挖掘隧道最大的风险 是施工区域沿层掉落 引发的隧道坍塌事故 这条隧道要穿越的海底区域 有18种不同地质 不稳定的软硬岩石纵横交错 还有30多米深的海水和繁忙的航道 在隧道的正上方 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 如果用爆破的方法向海底捷径 在穿越海峡的过程中 极有可能发生透水坍塌事故 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以前的话 你想像这种大江大河 海里面海底下 你修隧道谁敢 因为大部分地质 这个过海过江的地质 都是比较复杂的 你要是采用矿山法 那就风险太大了 这是35岁的项目总工陈建福 在这十几年隧道施工中 挑战过的最棘手的工程 虽然在此之前 他一直在中国各地 修建水下隧道 但是厦门海底的地质 十分复杂 稍有疏忽 就会导致工程失败 陈建福决定 在地质较好的段落 用爆破绝境的方式 修建一段479米的隧道 而剩下的2288米的绝境工作 则要借助更先进的装备 才能完成穿越海峡的挑战 这台庞然大物 叫做动购机 每一部造价高达7000万元 是隧道工程的先锋 长达105米 相当于一辆八节车厢的高铁列车 每一台重量高达700多吨 比全球最大客机A380 还要重一些 擅长修建地下隧道工程的陈建福 已经有12年操作动购机的经验 咱们就想象一下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海底 这就是动购机 我们的动购机就在海底的沿层当中旋转着前进 同时内部有一套系统 把里边的渣土运送到地面上进行处理 动购机前端的旋转刀盘上 安装有100多颗类似于牙齿的削刀 通过刀盘的转动将前端的沿吐磨碎 而且软硬通吃 以填最多可以向前挖掘9米的距离 挖掉500多吨的沿吐 顿购机在海底不断向前掘进 在它的身后会留下一个直径7.5米的碎洞 如何保证这个刚刚掘进的碎洞 不会被近40米深的海水压塌 这需要在顿购机绝境后 迅速用混凝土管片做好支撑 支撑隧道的混凝土管片 每片重达26吨 由隧道列车运往顿购机的最前端 机械手臂将管片移动到刚刚挖出的区域 操作工人随即用额栓将这些管片固定在隧洞上 每六片管片拼成一个圆环 牢牢支撑起隧道 同时也防止海水渗入隧道内 为什么我们国家这几年 你看这个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多 也和地下这种隧道也越来越多 主要是因为这个新的这个新工艺新工法的出出线 顿购机的成熟在我们国家 这些隧道现在都可以干了 以前想都不敢想 顿购机成为修建隧道的利器 在厦门海底 它像钢铁蚯蚓一样 以每天十几米的速度向前绝进 刀盘的刀头旋转削切下施工区域前端的沿途 再通过管道注入泥浆 让泥浆携带沿途输送到润地上 隧道里挖下来的这个泥浆呢 每天会产生四万八千方的泥浆 这个量就非常大了 要是我们这个泥浆不处理直接排放 每半个月的泥浆就能灌满一个鸟巢 用过的泥浆不能直接排入大海 那样会污染环境 陈建福需要找到一种妥善的处理方式 工程师在岸边建了一个大型的泥水分离系统 把这些用过的泥浆变废为宝 我生活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动作机配置的泥水场 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这个泥浆进行分离 把加土分离下来水再流回我们的动作机上 因为它这个水啊来回循环的 所以平时啊这个清水啊加的非常少 起到一个对水的最大的一个节约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泥浆充分的利用 起到一个不要对外在排放 相当于是零排放的一个作用 你看上面这一粒绿植 全部是用我们这个泥水场的这个土啊 培植出来的 生长得非常好 地面的泥水循环系统 让用过的泥浆变废为宝 工程达到环保要求 两台顿购机先后进入地下 在接下来的790天里 顿购机将每天24小时 也已继日地在海底绝境 除了检修保养外 全年无休 直到隧道完全贯通